新疆不穩 軍隊頭目換人汪海洋中將接過燙手山芋 美情報獲大量武漢基因子據 急需解密 東盟視訊會議 美國關注中共核武庫迅速擴張 日臺聯手對抗中共 日本導彈部署計畫曝光 新選舉制度被轟開倒車 近六成港人不熟悉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8月7號 星期六 下面帶您來看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 近日 中國新疆的最高軍事指揮官換人 8月2號下午 汪海江中將以新疆軍區司令員的身份 出席了一個軍官退役儀式 這向為被官方正式公開的任職 被外界視為接過燙手山芋 綜合國際媒體6號的報導 中共新疆軍區政治工作部主辦的微信公眾號 喀拉昆倫衛士報導說 8月2號下午 新疆軍區中將司令員汪海江出席大校軍官退役儀式 他之前擔任西藏軍區司令員 簡歷顯示 汪海江出生於1963年10月 四川安粤人 曾擔任過第61師師長 南疆軍區副司令員 西藏軍區副司令員 司令員等職務 2019年12月 升為中將軍銜 新疆軍區政治工作部微信公眾號 喀拉昆倫衛士的消息 沒有提及前任司令員劉萬榮中將的去向 中共這次對汪海江的這個任命沒有對外宣布 從汪海江的履歷看 他與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類似 都有在西藏的工作經驗 陳全國從2011年到2016年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之後一直主政新疆 汪海江在赴江就任之前 先後擔任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和司令員職務 西藏和新疆的民族矛盾由來已久 壓制少數民族的反抗 是這兩個地區的軍方首長的主要任務之一 新疆軍區司令員這個位置頻繁更換 2013年10月28日 北京天安門金水橋撞車襲擊事件 有5人死亡 這個事件發生後不久 剛剛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 才2年的彭勇中將被免職 而汪海江的前任劉萬榮 在這個職位上僅僅待了3年就被調離 據悉也跟新疆局勢不穩有關係 CNN8月5日獨家報導 美國情報機構正在挖掘武漢基因子庫的寶庫 從而揭開COVID-19病毒起源 現在急需會普通話的科學家幫助解密 多名知情人士告訴CNN 龐大的資料庫包含從武漢實驗室研究的病毒樣本中 提取的基因藍圖 一些官員認為這可能是COVID-19爆發的源頭 美國情報部門目前面臨巨大挑戰 為了將大量原始數據轉化為可用的信息 情報機構正在借助能源部 國家實驗室的超級計算機來完成這一任務 第二個困難就是合適的人手 情報界需要懂普通話的科學家 來解釋複雜的基因測序數據 並且要有適當的安全許可 進行90天調查的情報官員 希望這些信息將有助於解開病毒如何從動物 傳給人類的魚團 這又會對確定COVID-19病毒 是從實驗室泄露 還是從野生動物傳播給人類的問題至關重要 長期以來 政府內外的調查人員一直在尋找武漢病毒所 正在研究的22,000個病毒樣本的基因子據 2019年9月 這些數據就被從網上刪除 之後中共拒絕將這些數據 和其他有關早期病例的原始數據 交給世衛和美國 調查人員的問題是 武漢病毒所或中國的其他實驗室 是否擁有病毒樣本或其他背景信息 可以幫助追蹤病毒的進化歷史 杜蘭大學醫學院的病毒學家羅伯特說 2020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一篇研究論文中 武漢病毒所談到了他們在某個時間點前 擁有的所有序列 這是大多數科學家 病毒學家所相信的 這幾乎就是武漢病毒所擁有的 一位熟悉這項調查的消息人士 既不證實 也不否認 美國情報機構目前正在分析的內容 與這2萬2千個樣本有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五在東盟的區域論壇外長視訊會議上 表達對中共不斷擴充核武庫的擔憂 並關注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挑釁行為 以及人權等問題 20多個國家參加了東盟區域論壇的視訊會議 會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列舉了中共的一系列挑釁行為 除了針對緬甸的軍政府暴力 以及中共在西藏 香港和新疆犯下侵犯人權的行為 布林肯發出警告 他還呼籲中共停止在南中國海的挑釁行為 美國國務院在會議摘要中說 國務卿還對中國核武庫的快速增長 表示深切關注 這凸顯出北京極大偏離了它幾十年來 基於最低威懾力的核戰略 五角大樓和國務院最近都表達了 對中共建立核子力量的擔憂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上個月發表的報告指出 北京正在新疆地區建造一百多個導彈發射井 是中國核武庫有史以來最重大的擴張 報告撰寫人之一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的研究分析師 馬特·科爾達 科爾達在推文中說 中國正在建造的新發射井的數量 超過了俄羅斯洲際導彈使用的發射井數量 也佔美國整個洲際導彈規模的一半以上 美方一再呼籲中共加入美國與俄羅斯的 新缺減戰略武器條約 但遭到中方的拒絕 日本獨賣新聞報導 日本防衛省計畫2022年底之前 在沖繩縣石原島部署陸上自衛隊的飛彈部隊 以抗衡在第一島鏈內日益活躍的中共海軍 外界認為 中共近年對臺灣的安全威脅日益加大 反而促使歐美多國與日本 更加關注臺灣的生存與安全 日本獨賣新聞8月3日引用日本防衛省官員的話說 即將部署到石原島上的部隊規模大約是500到600人 其中一支部隊將配備岸艦導彈和地空導彈 另一支部隊則是警備部隊 以對抗在第一島鏈內頻繁活動的中共海軍 關島郵報報導說 這個計畫將使琉球群島中擁有飛彈部隊的島嶼總數達到4個 其中包括沖繩本島 消息人士透露 其中一個部隊將操作地對艦和地對空飛彈 另一個將在發生重大災難或遭遇軍事攻擊時 立即作出回應 駐軍地點遠離石原市市區 屆時還會興建一棟軍事建築 彈藥庫和訓練場等設施 臺灣媒體關注石原島與臺灣的位置 並分析部署反艦和防空導彈的石原島距離臺灣約300公里 導彈射程將涵蓋北臺灣 目的就是反制中共 臺灣軍事專家呂里施向德國之音表示 這是日本群島防禦計畫的一部分 如果再加上臺灣的雄鋒2翼翼翼飛彈 或雄鋒3型反艦飛彈 以及美國即將提供給臺灣的魚叉飛彈 就可以防止中國海軍突破第一島鏈 報導說 第一島鏈是指沿東亞海岸線分布的鏈形島嶼帶 北起千島群島 日本群島 琉球群島 中階臺灣島 南至菲律賓大迅他群島及婆羅洲 他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圍堵亞洲東岸之勢 可對中國在南海軍事擴張形成威懾 香港選舉委員會選舉昨天開始接受提名 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都有遞交參選表格 不過還沒有民主派人士交表格 同天香港民意研究所召開記者會 發表對新選舉制度下的選委會選舉安排的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 近六成受訪者不熟悉新制度下的 相關選舉安排 晉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佳洛表示 新選舉制度欠缺民意代表性是開倒車 未來香港將舉行三場選舉 分別是9月的選委會 12月的立法會和明年3月特首選舉 今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將香港選舉中民主成分剝離 令原本的半民主選舉成為一場可由北京完全操控的小圈子選舉 昨天 選委會選舉開始接受提名 選舉主任全天收到251份提名表格 包括226份候選人提名表格 及25份囊括84人的團體提名表格 全天共計收到350名候選人題目 有港媒報導說暫時沒有見到有民主派人士或團體交表格 就新制度下的選舉委員會 戒別分組選舉的態度和看法 香港名言於這個月的2日到5日通過電子郵件 訪問5916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被問到有多熟悉新制度下的選舉委員會戒別分組選舉 57%受訪者表示好不熟悉 29%答一半半 只有11%表示好熟悉 餘下3%表示不知道 下面帶您來看一組希望之聲記者 來自日本東京的報導 就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向國際奧委會IOC 提供建議的專家組 今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個安全且有保障的運動會 並讚揚這次大會的感染控制措施 8日 奧運即將閉幕之際 為國際奧委會提供防疫對策的專家小組主席麥克羅斯基 7日 在東京都內的記者會上表示 與奧運相關的感染數量少得驚人 最初擔心選手村可能成為感染源 但測試結果表明控制得非常成功 並對大會防疫措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對於在選手村被確認的感染者 他說 感染是在他們進入日本式帶來的 而不是在東京感染的 至少目前我們得到這一結論 在回答記者關於奧運會是否是日本感染擴大的間接原因時 他表示 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不能說是由此引起的 至少在現階段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彼此相關 他補充說 即便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我們也能舉辦奧運會 對此 我們感到非常滿意 東京都7日發表的感染人數為4566人 而周邊的奇域千葉縣即昨天再次更新記錄 分別為1499人和1075人 大會組委會發布的相關人員感染者 今天為22人 累計404人 希望之聲電視 日本記者站發自東京的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薛然 這期節目由沈青製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關注希望之聲TV的頻道 我們會有更多精彩的節目呈現給您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